韓國瑜 我跟大家講 韓國瑜是我看過 從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所有的總統唯一 先不要高興 你是因為選舉的勝利 但是你的民意支持度 並沒有像你的得票數這麼高 我今天的講稿跟說明 我希望中共高層 難道你中國共產黨 永遠就是一個專制 一個獨裁的政黨嗎 我不相信 你可以永遠 民進黨雖然在這一次選舉 總統跟立委都有過半數 那我覺得表面上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實質上 他的形象跟態度 其實是表示 民眾對執政是不滿意的 因為執政黨得的票數 是34%而已 他對執政黨絕對是不滿意 可是他願意讓他繼續執政 因為芒果乾 芒果乾的關係 可是呢 他又不希望 民進黨的立法院 佔絕大多數的立法委員 是民進黨 大家可以看到立法院的委員 從68席掉到61席 我想是某些百姓是希望之 所以我們民進黨 目前是總統執政沒有錯 立法院也多數沒有錯 可是有一部分的人 是他有另外所屬的政黨 尤其是年輕人 他所屬的政黨是屬於年輕化的 像台灣民眾黨 像時代力量 像激進黨 我相信在未來的三年或四年 只要執政黨出現了一些 他執政黨的一個失誤 尤其是重大失誤 我相信這些人 會站在人民的立場 來監督這個執政黨 也就是說 蔡英文執政的先不要高興 因為你是因為選舉的勝利 但是你的民意知足度 並沒有像你的得票數這麼高 你的選舉策略成功 可是你有超高票的得票 可是認同是超低的一個執政黨 這樣會造成以後 你的執政會讓更多人會對你質疑 所以我說 這次的選舉 我的看法 國民黨應該要重新 要打掉重練 必須要壯士斷晚 一定要改變它的體質 尤其有兩點 我要這邊特別提到的 因為中國共產黨 很難受到國內 任何一個政黨的改變 所以我兩個一個建議 假使國台辦的發言是真的 他的四大聲明 第一個是提到說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的九惡共識 你還是堅持的習大大所說的 一中原則就是中國共產黨 你沒有轉圜一地 我覺得國民黨不要再談九惡共識 因為九惡共識已經沒有那個 時代的意義 對你中國國民黨 也沒有任何論述的餘地 也就是你在談九惡共識已經沒有用了 第二個 假使中華民國的所有的國民 以目前的情況 認為中國是我們很討厭的一個大國 我真的誠摯的建議 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一個中國了 中華民國也有一個中國的簡稱 中華共和國也有一個中華共和國的全民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中國國民黨 改成中華民國黨 我們就避開了所謂中國這兩個字 這也是給中國大陸一個審視 因為台灣人民目前為止 他不喜歡中國這兩個字 假使國民黨最後的投票 認為中華民國黨不適合 你要使用 是民主黨所建議的 中華民國國民黨 我覺得這樣太長了 你倒不如把它改成 現在民主退部黨的民主 就是所謂的中華民主黨 來凸顯我們的民進黨已經退部了 現在取而代之是我們以前的國民黨 他現在講的是中華民主黨 因為他所謂的國安無法 所謂反勝作法 所謂把我們的公投放在鳥籠底下 就在在的證明他的民主已經倒退了 那現在比較民主化的一個政黨 就是中國國民黨 可是我們現在改成中華民主黨 這是我的建議 這一點說明 這是我綜合最近很多人提到 一直在怪韓國瑜 甚至有人要罷免韓國瑜 游淑慧跟羅志祥 我覺得大可不必 因為這些人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真性情 他們真是為了這塊土地 無私無偶的努力 包括韓國瑜在內 我這樣講 大家可能還想不到 韓國瑜他從來沒有為了錢 也沒有為了利 也沒有為了權 真正是陳述吉阿嬤說的 無私無偶無利 大家可以看到這次選舉後 他的得票率是552萬 政黨是472萬的樣子 他可以分配的款項 一個是2億3千多萬 一個是1億6千多萬 韓國瑜都說 這不是我薪資所向 我不會拿一毛錢 即使有分配給我 我也會把它捐出去 我跟大家講 韓國瑜是我看過 從中華民國開國以來 所有的總統 唯一沒有把選舉的補助款 放在他口袋裡面的一個候選人 這樣的人是我們永遠敬佩 我相信全世界的總統 全世界的人民都會寡目相看 台灣竟然有這麼一位總統候選人 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出現過 我也相信所有華人 所有台本金馬以及大陸的朋友 你們一定會同樣感受我講的話 假設你中國大陸要和平統一台灣 你一定要尊重我們中華民國 所追求的自由民主 你要讓香港有慢慢的民主化 你不要讓它共產化 你要讓它有普選 讓它有執選 這個你一定要定一個時辰表 你往後你才可能跟台灣的自由民主 共襄盛舉 否則以目前你這種的態度 我認為中華民國的所有的同胞 台本金馬以及所有全世界華人 一定不會同意你的做法 因為共產黨 沒有尊重人民的民主跟自由 是大家所過病的 所以我要拜託 我今天的講稿跟說明 我希望中共高層 能夠體諒這2300人的意願 你也希望用和平漸進式的 你也反對台獨 你所有分裂的活動你都反對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你的做法 會讓我們所有中華民國的人民 覺得自愛難行 難道你真的不想解決這一塊 所謂真正的人民所希望的嗎 難道你中國共產黨 永遠就是一個專制 一個獨裁的一個政黨嗎 我不相信 你可以永遠統治這個中國大陸 我希望你能夠往一個好的一個制度 中國共產黨有它的優秀的地方 民主的政黨也有它優秀的地方 你一定要捨棄不好的地方 尊重所謂好的一個制度 今天在這邊告訴所有的華人 跟我們台灣同胞 韓國瑜是你們最尊敬 最喜歡 最支持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這一場的選舉 並沒有讓大家失望 也希望所有的同胞們 不要為了這一次一次的失敗 就是認為我們就失敗了 我相信的未來 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失敗 是在後面 而不是在前面 所以我在這邊 再一次的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把好的理念 好的想法 能夠再傳給你的好朋友 能夠讓台灣真正能夠 手上一個更安全 更幸福 更快樂 更富有的一個國家 這是大家的希望 而不應該 是一個互相鬥爭 是互相欺騙 是只會選舉 只有政治的運作 沒有其他的 可言的一個政府 這樣子我相信 會讓全世界的華人 跟台灣兩千三百人 非常非常的傷心 跟痛苦 謝謝各位 感謝各位 請問你 是 是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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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